似乎是他 應該是 有假裝有類似這樣的症狀 然後要求在採 結果就採檢到了 目前地方衛生局正在調查 那醫保處理 我應該說我不清楚啦 但是從這個他的行為 似乎是說 要確認他自己的確是 檢驗不出來 所以他在日本有檢驗了好多次 那臺灣的這兩 臺灣總共三次 前面兩次 主要是因為 在機場的時候 目前的政策是只要他過去14天 有症狀的話 那在機場這邊就會採檢一次 就會住到集中檢驗所 那依規定 就是說如果第一次是陰性的話 那隔24小時還會再採檢一次 所以那前面的 在臺灣人的兩次是這樣 那最後一次 根據最新的疫調則是 似乎是他應該是 有假裝有類似這樣的症狀 然後要求再採檢 結果就採檢到了 那現在應該是沒有症狀 剛剛莊夫有提到說 案913 他是為了篩檢騙說有症狀嗎 那這樣子會對這個案913的部分進行開法嗎 你剛好像提到說他是 是有騙說有症狀的狀況 對 目前地方衛生局正在調查 依法處理